上古奇书山海经 说地理 说物产 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 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 远古生存指南 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智语 荒怪陆离的言语中 蕴含一股子神气 让书写他的族群 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 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 用惊人神思连接原物处心 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中国人的一生都伴随着一些神话故事 他们大都来自一部上古奇书 山海经 三百多年前 朝鲜国出现一幅天下总图 山海经记录的环海套环山 同心圆状的地理歌曲 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而山海经 明刻绘图本 则重新勾勒出奇人异寿的清晰图像 神话故事从小听到大 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 而今一些遗址古籍记录 甚至出土文物 验证了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 并非是古人的捕风捉影 三星堆出土 突出眼眶头像 遥遥指向山海经里的奇神异怪 这是一张青铜塑造的脸 眉间上条 双眼斜长 眼球极度夸张 呈柱状突出眼眶十六厘米 两只耳朵 好像鸟翅膀一样向外延展 突出的眼球 夸张的耳朵 被誉为千里眼 顺风耳 这显然是在告诉我们 面具的主人 具有比常人更敏锐的视觉和听觉 为什么神话和人员 它就这么纠结在一块 因为这个人员是心灵的窗户 它最能传神的就是它的眼 所以神话要把它变成一种形象 它必须通过眼睛来表达它的这样 所以就出现了植木人 最后才出现纵木人 令人惊奇的是 一个植木的神灵也被记载于《山海经》中 说它是植木正成 它叫做竹笼 植木正成字面解释为 就是竖着长的眼睛 也有一种说法是 眼球扑出眼眶为纵木 这与三星对纵木面具的柱状眼睛 很相似 《山海经》大家最有兴趣 就是一个面具 两个眼睛扑出来 实际上它是植木正成的一种眼花 《树龙者 树母业》 过去没有这个火车盘 就是这个八树的树子 画一个大眼睛 里头底下的一个钩 这个钩就代表它的蛇身 《树龙者 树龙》的身躯 上面呢 就是它的植木正成 《树》就是一个藏龙 由藏神化而来 它既然是藏的话 变成龙 那这个它的创造人力 它的生命力 是生生不已的 是非常强大的 纵木面具出土地 古时称为古蜀国 蜀字加上一个火字 就是繁体字的竹 竹龙明显跟蜀国有关 我们再看 所有出土文物中 三星堆纵木人的形象 和竹龙植木正成的形象 是最接近的 因此人们猜测 纵木面具和竹龙密切相关 《青鸿纵木面具》 是水之北 有张伟山 有神 人面蛇身而斥 直目正成 它不吃不睡不呼吸 睁眼就是白天 闭眼就是黑夜 它能照亮起 五重全壤的阴暗 因此叫做竹龙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竹龙都是一个上古大神 它创造了白天与黑夜 而自身也得以永恒 竹龙的最初是一条龙 它是火龙 是跟太阳有关系的 它代替太阳发出光 所以说 它的眼睛一闭了 天就黑了 它眼睛一开了 天就亮了 就等于太阳就出来 它不依不食不稀 这是神的一个特点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 平凡的生物的话 那它一定会讲到 它吃什么喝什么 所以说它的这种功能 是被当时记载的人们 看作是一个具有 宇宙大神性质的 这样一个创世大神吧 如此宏大的想象 用寥寥数语呈现出来 竹龙被认为是创世神 或是主宰时间的神 竹龙睁眼天亮 闭眼天黑 它再度睁眼时 长度约等于一天 一天成为人类最初的时间单位 远古时代 当时间的概念还未被定义 如同天地万物都在一只巨隐的印象里 或者说古人想象 天空是活的 整个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兽 它睁开眼世界清晰可见 它闭上眼世界暗黑如夜 它凝视我们 就像我们凝视星空 这一次我们换一种方日 假如我们能跟上古人天马行空的神思 让那些记载于史料文物里的神 重新活起来 唤醒作魔人 让他用那根神奇的小天线 也叫醒那些沉睡在神话里的大神们 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位能掌控时间的神 竹人 于是众人纷纷登场了 大伙七嘴八舌乱成一团 这时纵物人开口引入正题 因为我突出的眼睛 他们叫我纵物人 这样的造型就是对烛龙大神的崇拜呀 这边 这没汪凉说呢 就你 长个螃蟹眼睛 就是烛龙的代言人 你别不信 看看我们三星归出土的神秘符号 天地之间唯有炙眼 这个被横线分开的图形 就像表达眼睛的开合 开合之间有了明暗也就有了阴阳 不断开合 时间也就开启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形成一条线 延伸到茫茫不可之中 时间一旦开启就不能停止 这时纵物人悠长地说道 不 时间也有 停止的时候啊 众神奇看向纵物人 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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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物人说 很久以前 诸龙大神不知为什么 不再睁眼 打了些永久的黑暗 无日无夜 一片混沌 于是 族人向上掌弄祈求 我们的竹龙之眼啊 你才何不 我们的大神啊 快睁眼嘛 有一个地方记载 它就是个火山神 因为它的火 是从火山通发出来 你看那家里 是个身长千里 四为咒 明为叶 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宇宙 我们把它叫做宇宙蛇 这个世界是它变化的 远古时期 或许先民经历了漫长的火山爆发年代 浓浓的火山灰遮云蔽日 大地仿佛陷入一片黑暗 失去日月的招摇 于是古人的想象中就有了一个 思掌天空明暗的神 竹龙 竹龙 这时 南风神按捺不住的跳出来了 哎呀呀 你们说的竹龙和竹叶很像啊 它也有正眼为咒 闭眼为夜的神力 但它一吹风 世界变为冬天 一呼气 世界又转为颜色的夏天 山海经里也记载的一个神 身长千里 人面蛇身 轰体红色 它睁眼为咒 闭眼为夜 吹气为冬 呼气为夏 不饮不食不呼吸 呼吸就会生成风 它住在中山 名为竹茵 这个叫竹茵的人 和竹龙一样 具有睁眼闭眼切换日夜的功能 不同的是 还能掌控温度 吹为冬 呼为夏 比竹龙多了改变季节的神力 而且 还描述它是中山之神 身长千里 横跟于中山之上 近代学者郭仆认为 竹茵既是竹龙 也许是同一个神 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教法 它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一个叫做竹龙 一个叫做竹茵 那么按照清代的一些学者的研究 智茵在上古的时候 有些接近的 所以这个就是茵变 但是从山海经里面的两处的记载来讲呢 它们的表述是几乎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同一个人 于是 在竹龙或者竹茵掌控的天空之下 更丰富的空间描述在山海经中展开了 夏季到来 温暖的南风吹拂而至 冬季西北风呼啸 岭东降临 山海经却认为 这样的四季分明是有四位神人 分别处东南西北四级 司长日月长短 掌控四方来风 这时南风神又接着说了 你说的时间停止 也就是竹茵大神一愣神的功夫就可以做到 那次时间停止 乃是竹茵大神不知鹰河暴露 绵延在中山千里长的身躯 突然火火炎炎 最后 还是西北风神透露了一个八卦 据他说 大神的儿子 火被天地奔斩了 这就难怪了 大神不识不寝不息 于是世界陷入死寂 五哥 你看西北那边火红一片 那就是竹茵吧 坏了 大神的新火 开始蔓延了 山海经记载了一个 跟竹茵所处的中山西西相关的人 说中山之子名叫谷 人面龙身 他和同钦培 在昆仑山南面 杀害了天神宝江 因此天地斩杀了谷 这里最为奇怪的是 这个谷是中山之子 而竹茵为中山之神 不识人间烟火的中山之神 怎么有了中山之子 怎么又被天地斩杀呢 中山其子月谷 他并没有点到这个竹茵的那个名字 他只是说中山 那么我们理解呢 中山是代子 中山之神 是竹茵啊 那么中山之子月谷 他是这样变过来的 山海经常用语态是 只讲故事的结果 不讲原因 仙人更乐于 把自然现象奇人怪兽 用拟人画的故事 讲述出来 就在大家猜疑不定之时 长着九条尾巴的路途 终于露面了 这几世神案 我知道这起世神案 我掌管昆仑帝都 天神宝将 就被杀死在我所辖之地 路无何许神也 体态如此奇怪 人面 独爪 独身 九尾 他司掌着昆仑之丘 同时也掌管天之九部 和天地怨谷的时间 等于是昆仑神山的大管家 吴接着说道 经过我一番茬茬 凶手是一位山神 青腿 青腿被我抓到不变 其实我只是存贩 真正的主办另有其人 不变 在我的逼问上 主办事 谷 那位中山之子 事情瞬间变得不砸起来 何谷中山 竹音声长千里 粘延于中山之上 中山即是竹音 竹音即是中山 华如实比较天地 于是不被问斩了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背后其实是两个神系之间 去交替的时候的一个体现 我们这个民族 在早期形成的过程中 是一些小的部落 小的方国 你信你的神 我信我的神 但是如果我们要合并 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 就一定要确定一下 到底是你的神厉害 还是我的神说了算 需要通过一些战争啊 或者说这种谋杀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完成一个神系的更替 几乎所有民族的早期的神话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权力交接的过程 山海经充斥着现代人 无法理解的神奇之语 并想象出一个完整的神域世界 竹龙或者竹音的故事 从海外北京 讲到大荒北京 再跨越到西山境 从张伟山到中山 从昼夜转换到下去东来 最后 以中山之子谷 或许就是竹龙或竹音的儿子 被录 草草收场 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理解的加深 最初的远古大神 逐步丧失神秘 甚至也出现了死亡 远古时间之神 就这样泄墓 自此 世界不再是单一神主宰 诸神时代来临 竹龙的神话 我们把它归内 归到创世神话的一类 主要是讲述的是 关于世界的起源 山传草木的起源 但是在后来的流传的过程当中 竹龙的神性 由于什么原因 它是慢慢的削弱了 人们更多的知道呢 是知道的是盘古 而忘掉了竹龙 先民逐渐摸清 时间变化的规律 时间已经不能用眼睛的开合 嘴巴的吹呼来定义 汉代礼记月令中 一年被分作春夏秋冬四季 由四位帝君带领四位神灵 轮流掌控 汉代淮南子里 四季又被细分为二十四节期 由山海经最早提及 似日月之长短生发而来的 体现细微季节变化的阴阳和力 最终确立 其实到了屈原的时代 它对于竹龙就已经有很多不解了 它说这个日安不在竹龙安照 是吧 就是为什么太阳到不了的地方 竹龙为什么能够照亮那个地方 所以说如果在天问里面 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起码我们可以看到第一 这个神话形象在当时 起码在楚文化中 是广为人知的 那么当时在楚文化中 第二呢就是在屈原看来 这个神话已经有令人费解的成分了 东汉王毅处辞张剧 对屈原的疑问解释为 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 有龙贤竹而照之也 竹龙的故事流传到汉代 从掌管日夜流传 吹呼之间冷热交替的时间神 成为点烛火照亮无日之国 偏居西北异渝的小神 龙贤火精以照酒阴 那么火精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竹光和火竹 那么有龙贤着这个竹光 那照亮了北方极远之地的幽暗之地呢 那么这样简称下来也叫竹龙 这个天不足夕尾 然后你就感觉这个竹龙 显火竹以照 你就感觉还带有某种 悲壮的气质在里面 对 所以它 它对于这种诗意的气质 或者说它甚至赋予了 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美感 这个美感是有 崇高感的 想象如一根线 其余粗帅 却能牵出千丝万缕 竹龙的神话辗转流传 更丰富的想象出现了 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 开左眼为白天 开右眼为黑夜 开口为春夏 闭口为秋冬 正如竹龙的睁眼闭眼 山海经所开启的 是一次历经上万年 一代又一代人 不断提高认知的 思想接力 仙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 花费了整个神话时代 这一眼 我们不再是陌生人 我们一起踏上时间之船 探索未知 遨游从未到达的领域 睁眼 日光之下 底力前行 闭眼 梦之国度 滋养梦乡 中文字幕志愿 第二天 两年 二十位 二十回 二十 二十 三十 尊重